做在哪裡呢 做在內容裡面 做一個list review 那個list review就是一個 清單吧 做在這邊啦 這上禮拜有做到 我就 那我們來做做看好了 一 怎麼做一個清單呢 切回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 我在內容的地方找到 那把他這個內容兩個字delete掉 貼什麼呢 貼這四個東西啦 所以再把剛剛我放在記事本裡面的這四個東西 Ctrl C 以下 未來如果你有很多項目 你就把他列預 其實清單的好處是不只可以放四個 你可以放四個以上 你可以放七個也沒有問題 貼上一下 二的話呢 把他一樣做項目符號 項目清單 三 如果他只有一點 你就把他什麼 變成多點delete掉 然後呢 前面補一個點 然後一樣啦 做超連結 其實感覺上好像前面東西是不是可以call過來 我就拿這個來call好了 拿這個 然後這邊page1 enter一下 這個是page2 點錯了 這邊page2 enter 然後做超連結 所以剛剛跟剛剛那個動作基本上是一樣的 3 enter 這邊的話呢 是到4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接下來最後呢 如果要變list view的話 非常簡單 直接 不過我是建議你直接 到 哪裡呢 這個清單的部分 清單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你會發現在這裡 請注意看一下 在哪裡呢 在url url 後面呢 空一個 打什麼呢 data 一槓 這邊有個data data rule role 等於什麼呢 這邊記得 改成所有的list view OK 就大概這樣而已 加一個 ul 後面加這一串 就大功告成 不過 這個可能就是要用選的 等於什麼呢 雙引號 他這邊有個list view 好 這樣子 主要是打 這一個在ul 後面 如果你找不到哪一個的話 你可以選取一下 這邊會顯示出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即時看一下 下面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如果說呢 它 希望 最後把它做圓角的話 怎麼做 圓角還記得吧 把它 記得這個這個清單裡面有沒有 點到資料標籤 它裡面有個叫什麼datainset 有沒有 把它改成true inset等於true 再看一下效果 有沒有看 這個 就會出現 這樣子 點過來 也會出現嘛 back一下 然後呢 業尾不用好了 業尾不需要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把它 刪掉 刪的話記得還 不要亂刪 刪錯的話就麻煩 點一下業尾 它會出現在這邊有沒有 業尾就是 DIV的data raw等於footer 到DIV 所以你就選它一下 按delete 然後再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正常 有了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也許我希望怎麼樣 點它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內容貼上 所以深屏的部分呢 最後我們就是把深屏的內容 那深屏的話我是來自於李白這邊的深屏 那裡面還有三個 早年 中年 早年 中年 去 晚年 然後去世 對不對 所以呢 也許你可以在深屏裡面呢 再加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就是 等於是 剛剛這四個有沒有 的一個list view 然後點擊其中一個呢 你也可以跳這一頁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在這個裡面 晚年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四個 可以再放個list view 然後再把它點擊 另外的話如果說呢 你要讓 它可以點擊之後的話 可以回來 剛剛有同學問到 像我們剛剛點擊深屏對不對 最好這邊可以有個什麼 back嘛 有沒有 back回去 back回去還記得吧 深屏的地方有沒有 有沒有點一下嘛 然後 他的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什麼 Data back BTN 有沒有 把它改成True 這個 如果你希望做出什麼呢 回上一頁的效果的話 那我們升屏 back 有沒有 按一下 回去了 OK BTN back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back 感覺有點怪了 這邊中文這邊卻英文 應該還是我同學說 老師這邊有沒有辦法讓它變得 不要是 那個 back 如果你要改那個名稱的話 這邊你看到 Data back BTN Test 文字 你也可以 什麼 改 打字 比如說你不要back的話 你這邊可以打什麼 打那個 反 返回 可以啦 或者是反正這個字 返回 OK 如果你在這邊打字的話 你可以看到 剛剛back就會變成什麼 返回了 我剛剛推動的意思吧 這樣不會OK 比較不會怪怪的 但明明這邊都中文 突然來個英文 好像有點不太搭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回上一頁的話 這個 back的 第一個 OK 就是 add back BTN 就是增加一個回去的button 在這邊有個test 文字 改為 返回 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 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請你在 這個地方 底下增加這個list view 關鍵的地方就是在 這個 這個 ul後面加一個什麼 data rule等於list view 最後加一個datainset等於true 並且讓他可以回到上一頁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